给大家看两张照片啊 第一张照片就是今天的样子 这个老太太呀 今天就变成这个样子 你看地球野力的作用的下垂 人老子会这样 所以整形就是 把人脸上往上瞪 往头发里边给他拉上去 这个老太太现在就是一个样子 第二张照片呢是当年决于雌雄的时候 跟特朗普决于雌雄的老太太是这样的 眼睛很厉害 众所周知 希拉里特林顿败给了特朗普 但是今天面对美国民主党拜登退选之后 缺乏有力竞争者的这个局面 你说希拉里就那么甘心 在家里面当一个老太婆吗 当一个和莫克尔达妈一样的 买菜的 跳槽的 画画的 遛狗的老太婆吗 希拉里心甘情愿的接受 哈里斯贺锦丽 成为美国第一个 有色人种的女性总统吗 虽然当年和特朗普PK失败了 但是希拉里克林顿 能够搞定克林顿这女人 真是不简单的 用沙家帮制斗 刁传奎参谋长的话说 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的 她雄心犹在 灵力公事仍在党内互生 不好意思 党内互相确实差了点 但是架不住人家老公 当过总统 又当总统的经验 美国现在没有什么制度限制 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候选人 所以她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这是很多人都关系的问题 美国有一个网站 叫政治新闻网站 还有呢 国会山报 专门登出一篇专栏文章 做事叫阿汉纳 她居然提出一个提议 很惊人啊 她说呢 我建议 由前国务卿希拉里取代拜登 角逐2024呢 总统大V 言论寄出 随即网络上就开始炸了锅了 好多人就开始上来 发言 这个叫阿汉纳的在文章当中说 你看对面 共和党蓝势汹汹啊 拜登民调持续低迷 辩论到那种程度 老天八地活了八度不知所云呢 你民主党现在必须要力挽狂澜 必须要找出能够力挽狂澜的强人 他的意思说 现在民主党按照顺序来接替的 拜登退选之后 现在这个哈里斯不太像 在他看来 希拉里有一拼 希拉里第一 有丰富的政治经验 第二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深入的了解 第三 当过国务卿 第四 他曾经和特朗普过过招太极推手 跟特朗普推过 知道特朗普的弱点在什么地方 第五 人家跟当时的总统和后来的前总统 一个宿舍 老公当过总统 所以他认为呢 希拉里有可能成为民主党救世主的不二人选 他甚至还讲了一个理由 说是当年希拉里和特朗普俩人家一块PK 大家呢 把这个特朗普给送上总统宝座了 那些选民后来都后悔了 后来才后悔莫及 如今这些后悔者 殷切期盼 希拉里能够重出江湖 带领美国走出困境 这些说法自然是他自个认为讲的逻辑很自洽 但是网友不买单呀 说那女人就别说了 大量的讽刺的声音 你说你要让这女的上 那特朗普听到了之后 要开庆祝大会了 直接放鞭炮就得了 有的说你是想笑死谁吗 美国难道是没人了吗 这个人的丑事你不知道吗 也有的人说 希拉里时代已经过去了 行行吧大哥 所以根据美国现在网上反映的情况 大多数网友对于希拉里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并不感到乐观 矛盾都是双方嘛 既然有人说要把希拉里推出来 那这边特朗普什么反应 特朗普本人没说什么 但是特朗普阵营有人凑热闹 特朗普有顾问叫米勒 他发表文章说嗯他要参选了吗 这几个字带有呢 戏谑的味道 弦外之音是说如果希拉里真的参选 美国选战更好玩了 美国有个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员叫谢彼得 嘲讽说如果你叫希拉里出来参选的话 对于川普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他是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政治人物 这个女人撒谎 这个女人撒谎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 希拉里能够不能够参选 其实和一个人的态度很大的关系 美国民主党的大佬有一个曾经担任过两届总统 他叫奥巴马 奥巴马没有支持哈里斯参选 有人说这不是为希拉里是为了另一个女人 奥巴马的夫人有人提名 说这个黑姐姐挺适合当总统的 美国总统大选这电视剧好看 所以很多美国人乐此不疲 美国所谓的这种选举人制的选票 票决制 选取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方式 其实有点像早些年的某个电视台推出的超级女生 大家以为自己的票能够直接决定这个人上去不上去 其实后面另有文章 连特朗普都说美国有个影子政府 我当总统我后面有影子政府 影子政府谁呢 安格鲁 萨克逊 犹太集团 所以有人把今天的美国 American USA 直接翻译成 犹萨国 我觉得特别穿深 美国这个制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制度 人家自个儿玩自个儿的 但是美国要把他的制度推到中国来 咱别了 你们先玩 好了这期节目就收到这儿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司马南再见